汉武帝明明清楚刘巨是被冤死的 为什么仍然没有善待其后人汉宣帝刘并仪呢 汉武帝 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颁布了最己诏的皇帝 前期的汉武帝雄才伟劣 历经图治 可以说 他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同时他也是汉朝历代皇帝中无可争议的杰出帝王 然而即便是汉武帝也对死亡充满了恐惧 晚年的他失去了清醒的头脑和敏捷的思维 整日沉迷于求贤问道之中 这时的汉武帝时时刻刻提防着自己的皇帝之位被别人抢走 这也是导致巫谷之祸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 正是在巫谷之祸中 太子刘巨被冤死 汉武帝悲痛悔恨 那么巫谷之祸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当时又发生了什么呢 早年 汉武帝立刘巨为太子 身为汉武帝和皇后魏子夫的唯一的儿子 刘巨为人宽厚人德 与汉武帝感情深厚 本应该是无可争议的下一代皇位继承人 但到汉武帝晚年时期 汉武帝的身体自然已不如年少时强健 所以一心想要寻求长生 同时他也害怕自己的皇位不稳 反观此时太子刘巨已长大成人 故而在汉武帝心中对太子刘巨的看法也发生了悄然的改变 所以此时汉武帝对刘巨已经并非全然的信任 与此同时 太子在朝堂上处世仁德 不可避免地损害了一些奸邪之人的利益 他们深知若是等到刘巨登基 自己恐怕没有什么好后果 所以一直找机会陷害太子刘巨 其中一人名为江冲 当时汉武帝在甘泉宫游行时生病 江冲便趁机利用汉朝时对巫蛊的忌讳 谎称汉武帝生病是因为有人实行巫蛊诅 汉武帝命江冲查明此事 最终江冲在太子东宫中发现了一个实实巫蛊诅咒的木偶人 此时太子刘巨心中惊恐万分 自己身在东宫 而汉武帝远在甘泉宫中生病 所以他一方面不清楚汉武帝的病情如何 另一方面又不知该如何向汉武帝表明自己的清白 同时心中又深恨江冲 想为父亲斩除奸臣 于是一怒之下刘巨起兵斩杀了江冲 但是远在甘泉宫中的汉武帝收到消息称太子刘巨谋反 汉武帝对这件事心存疑虑 因此派遣使者召见刘巨 然而由于使者害怕 他没有将汉武帝的命令传达给刘巨 却回报汉武帝说刘巨确实已经谋反 想要斩杀自己 自己是逃回来的 经此一事 汉武帝已对太子谋反之事深信不疑 并派兵镇压 刘巨兵败后万般绝望 然后自杀身亡 经此获使 太子刘巨一脉几乎断绝 为什么是几乎呢 因为有一个人侥幸存活了下来 他就是刘巨的孙子刘并义 在巫谷之祸发生时 刘并义刚刚出生 他又是如何活下来的呢 原来刘并义在狱中遇到了丙吉 丙吉是汉武帝的故友 被汉武帝征兆入京 到狱中追查巫谷之事时 发现了刘并义 他认为太子刘巨已死 而上强宝之中的刘并义 是无辜受牵连之人 于是对刘并义难免心生联系 他在狱中暗中照拂刘并义 正是靠着丙吉的照顾 刘并义才能够在狱中活了下去 就这样刘并义在狱中 一日一日的平安长大 然而等到他快五岁的时候 变故突生 这一年汉武帝的病情突然加重 同时竟命人将长安狱中 所有的犯人统计清楚 不论罪过轻重一律杀掉 而这即将被杀的犯人之中 自然也包括刘并义 汉武帝为什么会下如此命令 这其中又有什么隐情呢 原来在太子刘巨死后第二年 汉武帝也逐渐冷静了下来 他发现许多已巫骨骇人 最告发的案件 经过调查大多并不是真的 故而对太子造反一事 心生怀疑 令人重新调查 调查清楚事情的真相后 汉武帝下旨斩杀江冲 一些曾经对刘巨兵刃相像的人 也陆陆续续被杀掉 汉武帝内心悲痛万分 此时的他心中已然明白 太子刘巨实为冤死 但大祸已然铸成 悔之晚矣 因为思念太子刘巨 汉武帝不仅修建了一座私子宫殿 除此之外 在湖县还修建了一座 名为归来忘丝之台的宫殿 对于此事 天下文而卑之 但此时的汉武帝还并不知道 刘并已的存在 到了汉武帝病重的这一年 有人称汉武帝生病 是由于监狱中有人作乱 汉武帝听了 即刻下令杀死长安监狱中的 所有犯人 等汉武帝所派去的使者 到达刘并已所在的监狱时 已是深夜 大门紧闭 根本不让使者进入 且宣称中 狱中有黄曾孙 双方僵持不下 使者无奈如实回禀汉武帝 汉武帝听闻 或许是由于对刘具遗孤的失而复得 于是赦免了长安狱中的所有犯人 所以长安狱中所有的犯人 连同刘并已都活了下来 平安出狱 但刘并已的性命虽然保住了 但汉武帝并未对其做出安排 所以刘并已竟然无处可去 最终他只能被托付给祖母的娘家照料 汉武帝既然心中已经清楚刘具是冤死的 并且还建造了私子宫殿思念他 现在汉武帝终于知道了刘具所留下的唯一血脉的存在 又为什么不善待他呢 对刘并已的安排 汉武帝有着自己的政治考量 首先 由于刘并已的身份 他并非普通的皇室子弟 而是前太子刘具的后代 在刘具平反之后 如果恢复刘并已的身份 那么刘并已也将成为最接近皇位的人选之一 但此时汉武帝年老病重 深感大县已至 以立幼子刘福玲为太子 如果汉武帝再重视刘并已 一定会引起朝堂的动荡 二是为了刘并已考虑 如果让刘并已进入宫廷之中 在汉武帝死后 年幼的刘并已一定会被重臣当成傀儡掌控 成为权力之争的牺牲品 所以汉武帝对刘并已的忽视 也是希望刘并已能够远离朝廷的纷争 避免他成为权臣的棋子 有了秉急的照顾 即使刘并已不能锦衣玉食 也能够平安健康的长大 保持一份纯真和善良 远离黑暗的宫廷 况且在汉武帝病逝前 曾下旨将刘并已录入皇家宗谱 并令叶廷收养他 在此之前 虽然对于刘并已皇曾孙的身份 大家都心知肚明 但如果名字没有进入皇家宗谱 刘并已皇世子的身份 就没有得到完全的承认 通过这份遗诏 可以看出汉武帝对刘并已 也有一份亲情和怜悯 当汉武帝知道刘并已的存在时 他的内心一定十分复杂 身为亲人 他一定有愧疚和喜悦 不知如何对待这个无辜的孩子 但同时他又是一位帝王 所以对刘并已 他一定也有疑虑和忌惮 不知如何处理这个可能的威胁 但在汉武帝弥留之际 或许出于对前太子刘具的愧疚 身为亲人的汉武帝战胜了身为帝王的自己 于是保留了刘并已的性命 并给了他一个合法的身份 而也正是汉武帝留下的这一份遗诏 给了刘并已一个机会 毕竟如果没有一个正统的身份 想要被选中扶持成为皇上也十分艰难 或许汉武帝也没有想到 刘并已最终还是成为了皇帝 历经图治 开创了西汉的新局面